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着詹姆斯的三分步中 胡人再次输给了对手 不过 詹姆斯的三分步中 赛后并非讨论焦点 反而是龙多的那次选择 被球迷和媒体反复提及 跟着这个问题提出的 还是龙多和鲍尔 到底谁打首发的问题 龙多解禁丢掉首发在大马刺之前 胡人被抗为连胜太阳和绝金 是起正盛 而且比赛之前 因为跟保罗打架近赛的龙多 也正是解禁付出 可他最后的那次进攻选择 却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 我们当时已经没有暂停了 龙多赛后解释说 我当时觉得 也许我可以吸引一个防守人过来 但是他们都很好地守住了自己的位置 当时如果我上篮 的确可以将温差缩小到一分 不过我们到时候依旧还得犯规 而此时 我们却没有暂停可叫了 所以 我就是做了一个非左即右的决定 而我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本来 胡人在第三节还有两分三十二秒时 还曾经领先马刺多达十一分 可是随后的大意 让他们在比赛最后一分三十四秒时 反倒落后给马刺八分 不过胡人最后阶段还曾掀起反击 斩姆斯连得四分 有助攻哈特命中三分 将温差缩小到只剩一分 但得罗赞的强用中投 让胡人的落后差距变成了三分 随后 就有了龙多前面的那个选择 虽然引起了外界的不小争议 但是胡人对内还是对龙多的选择表达了赞同之情 比如执行最后一头的詹姆斯 我当时也在寻找三分出手机会 然后我发现他在篮下被放空了 于是我就把球传到了他的手里 有些时候 当你朝篮下杀去的时候 你就会搅乱对手的防线 等到他们朝篮下搜索 我们可能就会有三分机会 本来我们也是这么想 争取对乔什哈特创造一个机会 不过他们还是很好的站在了防守位置上 所以球又回到我的手里 而我的出手也没劲 胡人主教练卢克沃顿 再后也聊到了这个球 他说本来最后一攻的计划 是让詹姆斯跟队友倒差 然后让马斯换防 使詹姆斯可以面对一位小个防守者 然后寻找三分出手机会 如果这个计划失败 那么就要快速得两分 然后再犯规 虽然龙多没有坚持执行沃顿的方案 但胡人主帅表示 他很信任龙多的临场判断 我们落后三分 我觉得当时他也在想办法 想要直接把比分扳平 我顿三后说 所以很显然 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不过那是他的决定 他知道自己在场上应该干什么 我相信他的选择 很多时候 防守就会随着崩溃 其他人就会得到机会 这次 我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不过这也没什么 球队分为空前团结 虽然最后的选择颇有争议 而且也没有引领球队取得胜利 但是从队友和教练的态度中 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龙多的支持 不过 这种支持并不能给龙多一个首发的位置 欲马刺一战 龙左鲍尔依旧是球队的首发一号位 因为跟保罗打架 龙多此前被联盟竞赛了三场比赛 在这三场当中 鲍尔一直是球队的首发控卖 胡仁这三场拿到了两胜一负的成绩 攻防两端也都有不错的表现 这三场球阁场均可以贡献12.7分 命中率也达到了53.6% 值得一级的是三分球 鲍尔也有40%的命中率 除此之外 他还有7.3次助攻 7个篮板和2.7次强断的数据 或许正是这三场的表现 让主沃顿坚定了给鲍尔首发位置的想法 结果面对马刺 鲍尔八投二中只得到6分 送出了三次助攻 而已经归来的龙多 则得到了12分和5次助攻 我们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球队变得更好 我断在于马刺的比赛前 说 所以谁首发都无所谓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主题 也是从训练营开始 就传递给大家的信息 一切都要以球队为重 要让球队变得更好 去赢下比赛 其实在龙多打首发的投两场比赛里 忽然最终都输球了 而且龙多还在场上出现不冷静的举动 这样的球员 似乎真的不适合打首发 不过 沃顿坚持让鲍尔首发 并非因为龙多不够出色 不管是第一阵容 还是第二阵容 也或是两套阵容混在一起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 沃顿说 绝不是把五个最好的球员放进首发阵容里就可以了 当你想要打造出一支优秀的队伍时 这样的方式绝对不行 不过 现在问题也来了 鲍尔如今已经首发了四场比赛 虽然胡人赢了两场 但也输了两场 而且鲍尔在场上也会有不小的起伏 这些问题 或许也会影响他的首发位置 所以 谁首发其实都不重要 他们两个人在哪个位置都可以 他们也都不止一次告诉过我 他们想要的就是胜利 沃顿说